有偶像剧歌姬称号的歌手叮当 昨天提前在台北庆生 这也是他出道八年来 第一次和台湾的粉丝一起过生日 特别花了十万元包场 要大家同乐 那么公司也关心 他上个月在小绿弹开唱 不小心跌倒的复原状况 特别请来了嘉宾 好好的整一整叮当 忍不住惊呼连连 叮当31岁生日大礼 公司尽找来整骨师整他 因为一个月前 这一幕身体还记忆犹新 三月八日叮当第二度公弹 唱歌唱着一个转身 叮当冷不防 叠近1.5公尺的舞台机关动 但今夜的他歌声可能有中断 不过这一摔 叠伤尾追 让他尝到一个多月来被整的滋味 其实刚刚阿姨在帮我 在折我骨头的时候 我就会卡住 往后的时候我就有点卡住 恢复一些了 但是就是可能有一些筋肉 还是会有酸 比方说天下雨的时候 会不舒服 好开心喔 我是老师了 主导八年 第一次和台湾粉丝一起庆生 叮当自掏腰包十万元 和粉丝同乐 希望大家每一个人 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 诶 你确定 诶 你确定你不要再摔了 这一个许愿吗 第三个就放心 好好好 那我帮你许愿 就自己身体健康 偶像之歌姬叮当 希望能唱到头发斑白 不过迈入三字头 躲不过妈妈催婚 发愿三年后要升格人妻 摆脱这两年的红娘角色 新长二台电视 高建伦台湾台北报道 也好